欢迎收看106年3月25号星期六的港督新闻 我是许舒凯 高雄市教育局25号在科工馆举行高雄小姐系列活动 以陪伴共读玩出创课 邀请小学生到场展现各种文化特色的表演 许多爸爸妈妈带着小孩来参加活动 看孩子在舞台上精湛的演出 你看过三太子跳快乐送吗 化身成可爱的吉祥物完全无为何感 与小朋友同欢而同结 接下来的迷你版三太子 是由西门国小和弥陀国小组成 要小学生穿上三太子的战服相当不容易 美丽又单纯的歌声来自茂林国小的小朋友 随着优美的旋律摆动 自信地唱出原住民歌曲 另外位于美农区的广新国小 带来活泼的客家表演 用自己创作的斗笠和植物染丝巾 展现客家庄的精神 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日子 我想我们小朋友一年最快乐的一个月 就要来了四月份是我们小朋友最快乐的一个月份 所以今天看到很多小朋友很多精彩的表演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 为了庆祝儿童节的到来 高雄市教育局25号在科工馆举行高雄小孩节的系列活动 以陪伴共读玩出创课 邀请小学生展现各种文化特色的表演 现场许多爸爸妈妈带着小孩来参加活动 看孩子在舞台上精湛的演出 那小朋友最希望家长跟他一起陪伴他的 一个是跟家人一起玩 那一个是一起做户外活动 一起聊天 一起阅读写功课 还有一起吃饭 现在社会大多属于双新家庭 父母忙于工作 陪伴孩子的时间自然就减少 因此透过依娜节的活动 让父母听听孩子们的声音 他们要的很简单 就只是一起吃饭 写功课 还有一起出去玩 新靠近 专心陪伴 听看听 港督新闻李正道 徐淑凯采访报导 透过陪伴共读 大港开唱音乐祭 今明两天登场 今年最大的卖点就是 其中一个舞台设在蓬莱商港区 乐迷必须走过大港桥 才能到达 市长城居上午特地主持大港桥启用 并且宣示年轻人用音乐打开港区 最后一片禁区 代表港市合作 进入下一个纪元 举办第十一年的大港开唱音乐祭 在博尔特区热闹登场 七个舞台轮番开唱 骇翻天 其中一个舞台南霸天 设在蓬莱商港区 乐迷必须走过大港桥 才能够到达 市长城居特地主持大港桥启用 并且带领月迷跨越大港桥 蓬莱 我们的三港这个地方 今天是正式解放 那我们用音乐来把高雄港 最后的禁区打开 意义是非常的深艳 借由这一次大港开唱 让民众第一次有机会进入蓬莱商港区 也是市府第一次在这个尚未对外界开放的禁区 举办大型活动 市长城居期许以流行音乐为先驱 活化这个地区 过去我们追求港式合一 那当然有太多的一个法令 必须突破 非常的困难 那既然港式合一那么漫长 那我们寻求港式合作 那今天鸿莱仓库这个地方的解放开放 就是代表着港式合作 共生共荣 为了高雄未来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流行音乐中心即将在明年十月完工 高雄港区将蓬勃发展 这一次将大港开唱的范围 伸入蓬莱商港区 不但连接海港和陆地的两端 更象征港式合作将迈进一大步 流行音乐中心在明年的十月一定会完工 未来这个地方 高雄市政府跟高雄港合组公司正式对外招杀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流行音乐中心的部分 那我想我们在明年完工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天地 今年的大港开唱卡斯阵容坚强 惊喜组合不断 月明更可以走过120公尺的大港桥跨越三号船渠 走入过去到不了的禁区 在一片环海港区中品尝最海味的大港开唱音乐祭 港都新闻潘志光类昌邦采访报道 在同业逐渐外移或是关门之际 高雄市有一间蜡烛工厂 30年来始终如一 并且不断研发创新 推出环保优质的蜡烛产品 负责人表示只要跟得上时代的脚步 一样可以踏稳向前 未来将把蜡烛打造成有生活质感的一部分 吸引更多民众关注 不起眼的工厂放眼望去都是十分熟悉的东西 大红笔直的蜡烛摆在工作台上 工作人员卖力整理着 创立至今超过30年 如今同业不是关门 就是早早已往中国大陆 唯独这间三代经营的蜡烛工厂 始终屹立不遥 早期是使用石蜡去做 到我们这边又慢慢开始 已经用棕榈油 用植物性的油脂 然后去做蜡烛 然后现在到现在更符合 现代人的需求的 就是用股东蜡烛去做 他们的特色在于说 就是说更完保 时间更长 可以找到垃圾剪凉的部分 从当初停电 或是拜拜祭祀时采用得到的 传统蜡烛 到现在配合环保 创新及生活经营理念 设计出来的苏油蜡烛 或是果冻蜡烛 不仅造型独特 各式各样的颜色 宽如艺术品一样 让人爱不释手 也成为生活质感的一部分 当初蜡烛 在电灯出现的时候 它并没有消失 对 那时候是蜡烛应该说 是一个最大的危机 可是它并没有消失 它留下来 所以它形态上 还已经变成说是 生活品质的一部分 所以你生活水平 达到某一个部分 你就是会点蜡烛 那是一个生活的氛围 一个质感 老员工不时搅拌蜡烛的汁液 动作始终如一 对他们来说 蜡烛造型不论传统或创新 材质不论是实蜡 或是油脂果冻 每个制作的步骤都不能马虎 点燃了烛光 宛如点亮希望 这间工厂不知不觉 带领大家走过三十个年头 其实这个东西是 台湾保留的很好的东西 可是很多政府官员 不了解情况下 认为说这个就是什么 对环境不好 对什么的 其实它并不是这样子 它其实整个现在 你会发现说 其实像我们蜡烛 它在制造过程中 它用了很多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人的食用的东西 或者是说早期的精子来讲 它用的是道场 都是一些人家 本来是它去乱烧 它们拿来再重新加工以后 再让人家好好的去处理掉 很多事物 尽管年代久远 给人的感觉依旧相同 一如这间三十年历史的蜡烛工厂 当员工们点亮手中 一根根的蜡烛 带给人温暖 安全及满足的感受 历久迷新 不会改变 港督新闻综合报导 接下来是这个星期的新闻回顾 串联高崇台南和屏东重要的道路 中华路 因为车流量频繁导致路面坑洞 没到雨季更是容易军裂 市长城局率领公务局团队 视察道路情况之后 云诺将由市府筹措专案经费 同时将持续推动市区道路改善的建设 希望带给用路人更好的使用品质 公务局简报中指出 中华路是高雄市重要的南北向干道 总长约8.45公里 每天进出的机慢车 客车 货车和货柜车流量繁重 造成路面坡面刨除更替和维护作业的频率 照一般市区道路还高 严重影响用路人品质 希望争取市府经费进行改善工程 对此市长陈菊表示 为了用路品质安全一定给予支持 我们会认为就一次性让它完成 就从我们的翠华路一直到凯旋四路 全部一次从三页底到四页底 我们希望一次性用半半的施工方法 就一半一半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对议会不分党派的议员 在自己的选区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 包括路面均列 坑洞和车车等毁损情况 都将在工程完工后获得改善 预计工程经费高达八千多万 为了维持民众通行安全 路面刨铺前均进行测量及人手孔下地作业 养工处指出刨铺施工时段以夜间为主 可能会带来一些噪音 请附近住户体谅 中华路再造工程预计三月底展开 一百零六年年底完成全段路面改善工程 上午包括议长康玉成 市议员 黄鼠美 何全峰 简万宗 和李博益等多位民意代表 均共同出席表达关切 希望中华路改造工程顺利进行 为用路人打造更安全舒适的道路品质外 也能延长道路寿命 港多新闻李正道黄澜君采访报导 对于延城区就绝强的店家来说 在线昔日风华恐怕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期待 随着时代的变迁 曾经是高雄热闹繁华的绝强商场 如今变得萧条许多 但有许多老高雄人不肯放弃 尽力找回过去而时的种种记忆 现在透过港多新闻的镜头 带您一块来看看 暗黄的街道店面有一间每一间的开着 固定的老板头发花白 打个盾整理货物 时间仿佛停止流动 一切是那么自然 曾经这里是高雄最热闹繁华的商圈 绝江商场 起高楼看上楼塌 有点类似那种新 那种感觉啦 因为对以前的人潮很汹涌 那种人的生意 整天我们当时 以前早上八点开店 过了晚上十一点 我再去过 绝江取名字日治时代 意思是挖掘的水道 原来爱河有前后壁两条河道 日本人沿河岸建筑铁路 后壁港消失 为了疏通水量 就在现今的七弦三路和赖南街挖掘运河 因此串起南北沿河岸建筑铁路 七十五年时我天后大陆时 刚才一个相机 刚才有人店要出租 我就走到来做 因为那年台枯杆行李还要不错 那时生活还要与严重 你与严重 你与严重 你与严重的东西 或是与严重的东西 或是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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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从年轻小伙子跟着商场走过三十年 这样的资历背景在绝江商场 只能算是晚辈 因为许多老店家第一代 比谁都了解老高雄人的回忆里 不能没有绝江商场 这个从以前到现在 那时候真的非凡 那时候有那个酒吧 酒吧那个人场多嘛 什么都是进口 在买香蕉的货船 美军的舰艇 在禁止出国观光 并实施贸易管制的戒严时期 临近高雄港的严城区 就成了最容易取得 舶来品的集散地 小时候就看到 有一次我看到那个什么 那个日本一番的那个杯面 就问我爸说 我爸爸说我爸那是什么东西 他说我爸说 那就是泡面那时候 对那个小事的时候 结合那种东西很新奇 在台湾根本看不到 都一定有些中央家都要在这里看 看我东西好料好 这样 吃买的 现在不是 现在年轻人看水 网络买买的 穿穿的 如果没好就不要穿了 等着了 现在消费都不一樣了 从过去日本时代一直到现在的一些典礼滴滴滴 不管是台湾过去的殖民生活一直到近代 其实整个岩层就是一个高雄史的一个缩元 所以说我们一直很期待就是说 不管是市政府也好 然后民间的朋友也好 是不是可以多示范一些机会 然后辅导这些店家 然后让年轻人愿意在雪江山场 或者是大沟顶那边生根 车水马龙的五福四路 虽然已经看不到过去运河流通的痕迹 不过可以从接近七弦三路凸起的路面 可以感受得到大沟顶过去沉浸为 绝江商场带来的热闹与繁华 时代的变迁 经济区域的转换 绝江商场渐渐褪去貌美风华 但对于曾经看过他繁华一面的议员 却不认如此 十年前开始被尽心力重新拉皮 不要再存着 说我的粉刷就好了 冲我身心就好人家就好人 我也曾经争取一千万给老苦工 老苦工都漏水 电线都横跨 那么丑 所以我上一任议员的时候 我帮他们争取了一千万 感谢市政府把所有的水电电线都整理好了 都新的 让人家也不买 隔着一条大沟顶 博厄仓库群正爆发青春能量 耀眼无比 要是绝江商场找来文创势力 是否同样也能从谷底一耀而起 你问我 我觉得那个就是文化的根本 但是你说文化如果只是一直一直非常的很旧 那某种程度其实它也不一定可以被每一个人都去认识或使用或接触 所以新跟旧这两件事怎么样很平衡的保留了旧 可是它用另外一种新的姿态绽放 或被不同时代的人接触 我觉得那个就是严惩其实它很像一个实验空间 人情为老建筑 空气中似乎还能隐约受到阿公阿嬷年轻时候的美好荣景 没有人愿意绝江商场就此离场 心生老化一面之间 港督新闻李嘉隆罗绍军专题报导 清明节即将到来 要怎么样才能免受塞车之苦呢 高崇市政府除了在公墓区进行交通疏导外 还有免费的接驳车提供民众搭乘 另外殡葬管理处设置祭拜网站 无法亲自到场的民众透过线上祭祖一样有诚意 清明连续假期即将到来 届时民众将陆续返乡祭祖 高崇市政府提早做好因应措施 除了将各公墓及纳谷塔进行交通疏导外 万一击败人潮众多导致塞车 民众也可以选择搭乘扫免费接驳车 在八区提供十一条线的接驳车的专线 那除了内门大树以及奇经生命纪念馆 定点接驳以外 其他的那个专线都是在墓区里面 谁招谁停 也就是说民众如果在墓区里面 看到有接驳车到的话 他可以随时招手 另外网路生活来临 清明界机士无法出门扫墓也不必担心 殡葬管理处设置网站供民众线上祭拜 还可以依照个人宗教信仰做选择 互动功能和3D情境场景 如同清零现场 还有鲜花水果可以祭拜 他也可以透过我们一个专业 来做一个线上祭祀的活动 那你可以因为你的宗教的不一样 你有西教的一个信仰 你就可以点西教的一个祭祀方式 你有道教的信仰 你就点西教 那这个网站里面也有说 有一些基本的有水果祭拜 有一些这些都会有在 那个线上祭祀里面去 这个晚月里面去呈现 高雄赴鼎金公墓 目前正在进行迁葬的大工程 殡葬处担心民众扫墓时 可能找不到自己亲属的坟墓 特别在现场架设电脑及服务台 提供民众查询和询问 为了环保政策 市府也请民众将纸钱送到各区纳谷塔 指定地点集中置放 由环保局统一载运处理 以减少露天燃烧造成的污染和人体呼吸系统的危害 留给子孙美好的生活环境品质 港渡新闻张世民许舒凯 采访报导 105年工业及服务业普查即将开跑 其中三名区是工商大区 不论是工业或是服务业都位居全市之冠 为而让普查工作顺利 三名区特别规划单车宣导 由区长陈云秀带领区公所同仁 骑着单车绕行三名区四大商圈 所到之处都吸引目光关注 背上背包旗带着宣导小物 20辆单车大阵仗排在三名区公所前 全都是宣导105年工业及服务业普查工作 即将开跑的公所同仁 口号喊得卖力 三名区公所上下希望商家能够全力支持 由于三名区是工商大区 不论工业服务业家属及从业人员都居全市之冠 因此普查工作落实及调查结果都具有指标意义 整个商家来讲应该是三名区占最多数 那这又是五年一次的工商普查 我很怕有一些商家他会忘记了 所以我们借着这样一个休假日 我们借着一个机会来做一个宣导 三名区是我们高雄市工商单位最大的一个区 然后它也是从业人员最多的一个区 那代表着我们三名区的经济繁荣影响了我们整个高雄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三名区工所真的很用心 然后他们是希望就是说所有的店家的资料都能够一家不漏的能够回来 为了让商家能够支持普查工作 市府主机处也喊出三不二会的口号 就是不会泄露个资 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 更不会要求提供账户及存折 请商家务必放心 不会问调查表以外的一个问题 然后不会就是说要你拿那个存证就是出来这样子 然后我们原则上也不会就是说就泄露个人资料 这个是我们也要负一个法律责任的 那二会就是说我们会佩戴访问员证 我们的普查员都会佩戴访问员证 而且还会自受访呼喊给各位厂商 准备就绪后三名区长陈寅秀亲自带领宣导队伍骑着单车 绕行三名区四大商圈 由于阵仗相当大 再加上每个人都背上宣导旗帜 造型十分抢眼 所到之处都吸引商家及路人 目光关注 高雄市已经连续两次工业及服务业普查工作居全国之冠 主寄出期待透过各区公所的努力 及全市商家的密切配合 顺利完成这次的普查作业 不但有机会赢得三连巴的家机 也为高雄经济现况做了最好的调查 港督新闻吴炳元王思午采访报道 伊甸基金会为了帮助曼菲天使成长 4月29号将举行公益餐会募款经费 艺人方志友担任公益大使 刚升格为母亲的他 看到影片中曼菲天使心虎的成长过程 表示相当感动 呼吁大家一起为曼菲天使的爸妈加油 帮助每位曼菲天使突破障碍 顺利成长 影片中曼菲天使小熊一步一步走上阶梯 尽管步伐有些吃力颠簸 但这已经让身旁母亲十分感动 小熊出生不久就被诊断罹患罕见疾病 尽管难以接受但没有灰心 陪着孩子到医殿接受早疗训练 终于逐渐克服肢体上的限制 妈妈的天性就是为母则强 就是你遇到的事情 因为医生告诉我们没有解药 没有特效药 唯一就是只能复健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赶快医生说要怎么做 我们就投入下去做复健做安排这样 持续不断的来做早疗做复健 孩子就会真的会进步会看得到 为母则强的故事感动不少人 也让刚升格为母亲的艺人方智友 专程南下献花替小熊妈妈加油打气 当了妈妈以后 就是对这些事情真的特别有感触 而且更容易感动 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因为我们真的都很幸福很健全 那我觉得就像伊甸基金会说的永不放弃 我觉得就算是曼菲天使又怎么样 就是妈妈爸爸们这么辛苦的照顾他们 那而且我们给他们一点鼓励 这样不是很好吗 台湾目前约有10万名发展迟缓儿童 平均每15位就有一人是曼菲天使 尽管这些孩子在肢体动作 语言或认知方面较一般孩子落后 但借由早期疗愈恢复情况都很不错 伊甸基金会呼吁家长要跟小熊母亲一样 千万不要放弃 发展迟缓这个照顾的这个过程里头 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是一条很漫长的路 那包括就是说在这个疗愈的经费里头 其实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那我们希望说社会大众 大家都可以来支持 也可以共体知道说发展迟缓 父母的这个辛劳跟辛苦 为了帮助曼菲天使筹措早疗经费 伊甸基金会4月29号将举行公益募款餐会 但面对近来募款困难 基金会呼吁社会大众胜出援手 踊跃认捐 当中会抽出幸运儿 将获得台北纽约双人来回机票 不但能前往纽约观看伊甸公益大使 陈伟英投球英姿 也借由做爱心 一起帮助曼菲天使接受复健疗愈 跟小熊一样进步成长 相信有爱 曼菲无爱 港都新闻李佳龙黄兰军采访报道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是许舒凯 我们下次再会 祝您的周末 Zither Harp Zither Harp